大家好 我是绿老师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 Blender软件的雕刻快速入门 首先我们在场景当中添加一个立方体 添加完立方体以后 按一下键盘上的S键和X键 让它稍微单轴向的 去进行一个拉长 放大 然后我们选择它 进入到这个编辑模式 按抗计键加Table键 进入到编辑模式以后 主要是给它在这个方向上 增加一些分段数 初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在编辑模式下 去给它加一些线的 比如说先添加一段 然后在它的参数这里 再去给它调节下 把它变成这个五段的分段数 接下来我们再给它转到雕刻模式下 把它的这个线框显示给它打开 然后我们按下小键盘上的数字键 1 把它转到这个 侧面 视图 这个地方 记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的这个对称 也给它打开 看一下 对称应该是 关于这个Y轴对称 我们再来 这里呢我们就使用这个 移动笔刷 按一下 键盘上的G键 变成移动笔刷 然后笔刷的大小呢 我们按下F键 可以扩大或者说缩小 都行 现在呢我们在按住鼠标左键 把这个简单的模型呢 给它稍微调节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这个 香蕉的模型 从唇侧面去看 这个地方香蕉头呢 会稍微要向上 去翘一点点 好 等一下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去给它 增加一些分段数 好 这个尾巴上的也是一样 稍微也要翘一点点 好 中间这里呢 稍微给它 脱下来一些 好 这里再给它 移上去一点 好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 侧面的这个效果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地方 再去给它 添加一些分段数 手工的去添加 比如说添加个一段吧 然后再转到雕刻模式下面来 这里呢稍微就 细一点点了 好 这就是香蕉的 侧面的造型 我们再按小键盘上的数字键 这个7 好 这就是顶视图的效果 顶视图效果肯定也需要调 现在看起来呢 头跟尾巴呢 是一样的粗 我们就需要把它调成 尾巴要细一点点 头呢 要更细一点点 才行 这才会像这个香蕉的效果 然后中间呢就稍微 粗一些 类似这样的一个 两头细 中间粗的效果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把上面呢 去给它 做一些挤压 做出香蕉的这个头 好 我们给它 切换到 编辑模式 再按下 键盘上的数字键3 好 再转到 侧面来 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给它做一个 比如说 内插 好 再可以按下S键 稍微再缩小一点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去进行一个 挤压 好 直接拖出来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再给它 选择住 按下S键 稍微缩小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 香蕉的这个头了 我们把它稍微移的 高一点点 好 像现在这里的这个过渡的话 我们可以 使用这个雕刻笔刷 就平滑笔刷 稍微调一下 平滑笔刷的这个力度呢 你可以给它稍微 给它改的小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收缩的那么厉害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转到编辑模式 再去给它 尾巴上 好 靠近尾巴的地方和靠近头的地方 分别去加一些分段数 那这样一个精简的这个模型呢 那这样一个精简的这个模型呢 就已经是OK 然后我们再往上面去加一些细节 加一些线 首先给它增加一个多级细分修改器 增加一级细分 好看一下 现在呢就会感觉显得比较的这个软 然后我们转到纯侧面 好 再用 雕刻模式下面的移动笔刷 稍微再调一下这个香蕉 比稍微大一点点 这里拐弯的稍微也大一点点 下面肯定就还要再稍微再粗一点点了 这个香蕉 香蕉的身体再粗一些 这样子才像香蕉的这个样子 包括这个头啊 可以再稍微上翘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使用这个显示锐编笔刷稍微给它 刷下去一点点 这个地方 所以smooth下 中间可以稍微细一点点 两头呢可以稍微把它扯一下 比刷缩小一点 头上稍微给它扯的大一点 在现有的面数下 先把它大型先扯好 好了 那么既然大型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次去增加细分级别 多增加一些 好 增加多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线框显示给它去掉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去进行这个修正 雕刻 比如说你的香蕉呢 它并不是这么圆的对吧 它会有一定的这个 倒角的这种效果 几个边上面 所以说我们把它现在这个 显示锐编这个笔刷呢 把它的方向给它改一下 这个面数其实还可以再 增加一点 这样子差不多 现在这个强度呢就有点过大 减小一点 笔刷扩大一点 好现在我们在上面去做这个 转角的效果会发现这个笔刷其实有点奇怪 到了这里以后它就完全变形了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把这个 模型的数据啊 给它去进行一个清空 我们可以这样子 转到 物体模式下面 先把它的多级细分精度给它去掉 然后选择这个模型给它去进行一个 康律加A 把全部变换给它清掉去 这个时候你再给它增加这个多级精度细分 然后我们这里呢可以去给它反向细分 也可以得到 之前的这个样子 好我们再来 转到雕刻模式下面 把它开到最高 然后再去进行这个雕刻 你看这个笔刷现在是不是就正常了些了 好那么雕刻出来的效果它也就比较正常一些 好 比如说使用显示锐边这个笔刷把这个香蕉的 稍微硬点的这种转折效果给它做出来 好 侧边这里也有 好 尽量的一笔给它完成 然后能够 衔接上这些地方的效果 然后我在雕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香蕉的尾巴这里呢可能有点太大 我们就需要 直接把它的雕刻细分级别的给它开到比较的小的这种情况下 再去进行调节 因为在面数比较高的情况下 它调节起来就 没有那么方便 好我们给它稍微 各个角度上都给它缩小一点点 这边其实它可以再大一些 好 再给它细分级别提高 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跟真实的这种香蕉效果就会比较像 还有这个地方的弯曲效果还可以再调一下 下来一些 这样子的话就跟真的这个香蕉就比较接近一些 基本上它的整体的这个造型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头跟尾的这种 比较随机的这种 凹不平的效果给它做一下 细分级别给它开到最高 对于这两个头的话 我们就使用显示锐边比刷 把它的周边呢 强度开大一点 周边呢你给它稍微刷起来一点点 好里面再给它 刷一些凹陷下去的效果 对称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把它关了 因为这个都 基本属于在正中间的这种感觉的 就不需要有这么对称的效果 好 这就是这个香蕉这里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刷把它 再刷上来一点中间这里 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头上呢其实它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的这个面数够 那都能够刷出这样的类似的效果 好我们先把它周边 先给它 弄一圈起来 相当于这个硬边的感觉和效果好了 好这里对称也是关掉了的 所以说需要重新弄 好这随意的给它画几条 然后呢可以画到外面来一些 好了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香蕉的这个小练习 就已经是完成 那今天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主要讲解了 Blender软件的雕刻快速入门 好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